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赚明 继续给大家播讲 和我们军校历史人物列传 我们接着来讲蒋介石 是如何走向和苏俄 中国共产党决裂的 那么蒋介石号召 跨党的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 这不可避免的 就引起了共产党人的不满 广东共产党领导人张泰雷 就针锋相对的发表了一篇 到底要不要国民党的文章 免礼藏真的表示说 不要以为共产党 对5月15日整理党案的让步 是因为共产党要靠国民党 来过寄生的生活 在文章中呢 张泰雷他就写道 如果国民党要共产分子退出 只要有正式的决议 我个人推想共产分子 绝没有硬赖着不肯走的道路 反倒是假定 共产分子都遵令 退出了国民党之后 是否国民党就不会发生问题 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我想如果共产分子 被攻击而退出之后 国民党内有部分革命分子 必将首当其冲 受人攻击为 袒护共产分子 或有共产倾向 如果这般革命分子 退出之后 较有革命认识的党员 又不免受其排斥 其结果将重新恢复 民国13年 改组之前 国民党的情形 那时的国民党 也不是一个革命党 而只是一个古董殿 或者是一个衙门而已 简单说一句 那时国民党 已不是一个 能领导国民革命的党 我们不要忘了 蒋介石在去苏欧访问的时候 正是张泰雷担任他的翻译 两个人曾经早有交锋 那么对于张泰雷发表的这篇文章 蒋介石在6月28日的演讲中 公开做了答复 他严厉的批评张泰雷 不要这样轻武国民党 说张泰雷 简直看到国民党 没有一个党员了 而作为跨党分子讲这些话 突然丧失我们两党的感情 引起两党的恶感 是不行的 但他还是不得不解释说 他要CP同志 做一个纯粹的党员 并没有压迫CP同志 退出CP的意思 不过是拿我个人的责任 在个人的地位 要消除我们将来的自相残杀 冲突的中落恶因 是我个人所想出 解决纠纷的一个具体办法 这既不是受人影响 也不是怀疑共产党 参与了中山剑事件 蒋雷石在演讲中公开的说 我可以明白的讲 3月20日的事件 完全与共产党团体 是没有关系的 因此 我们中国国民党 同中国共产党 确定是要合作到底 我现在确定了方针 第一 就要中国国民党的同志 和中国共产党的同志 彼此先避免一切的冲突 第二 避免了冲突之后 就要两党诚心诚意的团结起来 第三 是要中国国民党领导革命 完成革命事业 如果中国国民党革命成功 中国共产党不换步发展 不换步成功的 而要做到这三点 一定要党籍分明 或者是脱离CP 或者是脱离国民党 这样才能消除 我们将来关系破裂的祸根 那么既然相信革命 必须是由一个党 来专政和专制 所以蒋介石 很快就改变了过去 关于军人 不亦过多干预政治的观念 过去在孙中山时代 与地方军阀合作的曲折经历 使蒋介石 对于军阀的危害深呼痛绝 所以他之前常说 军人视权增大 就有造成军阀的危险 考虑到自己的政治形象 他也曾经再三的表示 身为军校校长 需要专心于军校事业 一心办学 训练党员 养成革命干部人才 不宜身兼君子 否则身兼君子 力破军阀 空一养成 其本身重蹈军阀覆辙而不自知 即使在中山剑事件之初 他也还是在讲 要我带兵 将来环境一变 或者思想随之变更 不期然而然的 就变成了一个军阀 意味可知 所以我自带兵以来 无事不想交卸兵权 免除军阀的恶习 但是到了二加二争全会的时候 蒋介石已经不再这么考虑了 一方面呢 有张静江等人 在他的周围 给他鼓吹打气 另外一方面 汪精卫离去至久 蒋介石就已经没有了 僭越的顾虑 因此这个时候的蒋介石 他明显的开始满足于 会议通过的 完全信任蒋介石 作为革命重心 来完成总理的慰敬之志 因此呢 从中央组织部长的职务开始 蒋介石就毫不推辞的 接连接受了中央军人部长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国民政府委员 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 要职的任命 他这口丝毫不再感觉 事权增多的威胁 相反呢 从一党专政和专制的理念出发 他甚至已经渐渐的 开始害怕事权吞散 蒋介石大选在握之后的第一件事情 自然是北伐 二第二中全会之后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就通过了迅速出示北伐等提案 北伐已经提出呢 蒋介石立刻就提出了 党 政 军 民 财政等各项权力 要集中统一 以及在后方实行总资论领导下的 独裁体制的问题 尤其是注意到 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民众组织 可能在后方造成麻烦 所以蒋介石明确要求 在军政期间 应当规定一切团体的言论 宣传品都必须接受 总司令部 政治部的检查和监督 一切团体的组织言论 都不准他们自由 包括阶级斗争 及工农运动的罢工事件 在战时 是破坏敌人的力量和方法 用来对付敌人是很好的 但若是在本党和政府之下 战时随便罢工 就要算是反革命的行动 因此在军事期间 所有工农团体 都应该集中于革命势力之下 绝不能随便自由的罢工 根据这样的想法 蒋介石以北伐总司令的名义 在7月1日 就下达了北伐部队总动员令 7月7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 公布了国民革命军 总司令部组织大纲 规定总司令 统侠国民政府属下所有 海 陆 空军 对国民政府与国民党 在军事上负完全责任 战时状态中 国民政府所属 军民财政各部机关 就要受总司令劫持 蒋介石呢 他隶属革命 应该由一个党 来专政和专制 甚至劝告 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 这并不表明 他已在怀疑 孙中山的联合融工政策 更不是意味着 他这个时候只是口头上 主张革命 实际上已经走向了 粉红道路 而这么说的证明呢 是7月24日 蒋介石给张继 写了一封信 张继呢 是西山会议的重要支持者 并且在1926年3月底 在上海举行的 公然和广州分庭抗礼的 另外一个 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他是核心成员之一 基于这次大会确定的 好与分共的方针 张继在得知 国民党二加二中全会 通过了整理党务案之后 就给蒋介石写信 说明 基于整理党务案决议 而限公 是不足以消除 共产党 谋带国民党计划威胁 蒋介石明确认为 共产党乃是革命的政党 与革命政党合作 为既定政策 不应该变更 通过整理党务案之后 也不复存在 共产党篡权 取代国民党的可能性 在这封信里呢 蒋介石曾经这么写道 本党与共产党合作 为总理与仲凯兄 在日所确定 革命势力必求团结 共产党主义 虽与本党有别 其治理革命 则人所共认 本党今日策略 既与其他革命势力合作 而仍欲排除 岂非矛盾 今日五人 虽与共产党合作者 断定国民党 绝非共产党 所能篡切而待之也 前提决议 则无论共产党 有否谋带国民党之计划 而帝以为 必无可能之事 此帝所敢自信也 故本党所上学讨论者 非与共产党 应否合作之原则 而是在于 共产党如何合作之方法 蒋介石还说 能使本党消灭者 其为本党同志自己不革命 而猜忌其他之革命势力 帝之所以精精自免 并愿与诸同志共产者 为此不败党而已 那么蒋介石的这封信 他是给张继答复的私人信件 他的意思呢 是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取得 部分国民党老同志的谅解 他显然没有必要 隐瞒自己的真实观点 更不需要故意的写下 伪心之论 来刺激那些 反对容共政策的老同志 所以呢 我们大概可以确定的是 蒋介石这个时候 虽然已经大权在握 并且在相当程度上 改变了他过去的某些想法 但他对于农工政策 以及对共产党的认识 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他的基本观点 仍然是本党使命 为谋全民革命 且必执根于农工也 必须和共产党合作 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一样 乃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因此中国革命 被指为赤化毫不足怪 将来这个时候曾经写过 赤为何意 苏俄之白党与赤军 以赤制 表示其革命民众人民之利益 以及民众为基础 而推翻其帝制之白党 反对国际帝国主义 实行废除国际不平等条约 而为世界十二万万五千万 被压迫人类谋解放者也 帝国主义口中之所谓赤化者 实则革命之民众化而 政府为民众化之政府 军队为民众化之军队 以民众化之军队 以民众化之国民革命军 拥护多数被压迫之人类 即使云赤和弦何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建立石这个时候 对赤化的理解是正面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 建立石对于共产党员的作用 仍然是相当的看重 对第一军中 共产党员的政府人员 和党代表的退出 他一直深决遗憾 本发刚刚开始呢 他就发现共产党员 退出第一军之后 第一军必病重生 尤其是部队 纪律日渐松弛 远非从前可比 建立石因此 不仅连连发电报 身赤其主帅 而且呢 严厉批评各级军官 自己不会做政治工作 还看清政治工作的人员 弄得士兵的知识学问 都不能进步 他甚至痛骂自己的部下 党代表存在的时候 军队多少还有些精神 党代表撤销了 弄得这样腐败 给人家笑骂 我在外面听见人家讲话 真是休急了 不能做人 你们知道不知道 正是因为注意到 这样许多的情况 注意到仅靠国民党 还难以战胜 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 他这个时候再三强调 国民革命要胜利 国民党就必须 联合国际和国内的革命分子 因此 先总理的联合容共的 两大政策不能动摇 因为国内的革命同志 只共产党 国外的革命同志 指苏俄 所以要想革命 早日成功 必须要联络共产党和苏俄 共同奋斗 在蒋介石看来 这个时候排除共产党 与其说共产党 在革命工作上受到打击 倒不如说国民党 在领导民众地位方面 所受到的打击会更大 为此呢 蒋介石不得不再三解释 二届二农全会 对共产党提出的 限制性的措施 绝非是怀疑和反对 国共合作 他公开说 前次所提整理党务案 乃要求我同学 各保持纯粹之党籍 只是考虑本党 与共产党合作之方法 并非怀疑本党 与共产党合作之原则 蒋介石保证 无论其退出CP 而为纯粹之国民党员 或退出国民党 而为纯粹CP分子 本校长皆一视同龄 各同学切勿受其事 为此呢 他还严厉告诫了 君小忠 非共产党的国民党员 但蒋介石 当时还没有认识到的是 他所希望的这种 国共合作 也就是共产党人 既不能批评国民党 也不能超越三民主义 做自己的宣传和工作 在客观上 是很难实现的 不要说在众多的 共产党人看来 这无异于要共产党 为国民党做苦力 甚至是走狗 就是对于相当部分的 国民党人来看 整理党案的通过 事实上 已经宣判了跨党分子 为异类 非加防范和排斥不可 再加上这个时候的蒋介石 已经大权独揽 并且例行军事统治 更为国共两党的基层党员间 原本就存在的对立情绪 提供了爆发全面冲突的温床 在这样的环境下 蒋介石的一切表白 劝说和解释 都是无济于事 那么共产党人 在中山剑事件之后 对蒋介石的认识 也是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 事变最初呢 上海的党中央马上判断 这是广州 以孙文主义学会为中心的 国民党右派的阴谋 惹起了蒋介石的疑虑 在得知了苏欧方面的判断 和处理意见之后 陈东秀更是公开的发表文章 肯定蒋介石 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 一个注实 言外之意呢 就是中共方面 并没有倒奖的想法 中共方面甚至还公开的宣布 谁要是想倒奖 那就是破坏革命势力的统一 谁就是反革命 但是随着整理党卧案通过 和蒋介石大权独揽 并且公开提出 一党专制的主张以后 共产党方面 对于蒋介石的戒备之心 就迅速的形成 蒋介石就自然的被列入到 将来的敌人的行列中去了 确定蒋介石是将来的敌人 这是1926年7月 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说法 会上呢 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 就明确提出 我们过去对蒋介石估计不足 实际上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 估计不足 原以为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力量 现在看来 蒋介石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 在报告中 陈独秀就说 如果轻信资产阶级 可以革命到底 不预防将来之危险 不能从资产阶级夺取小资产阶级 让他们完全受资产阶级的统治 这便是右倾的错误 同时呢 若现在既否认资产阶级 在民族运动中的作用 不能从帝国主义夺取中国的资产阶级 敌视他们过早 逼他们为帝国主义所利用 这便是左倾的错误 这也就是说 现在对蒋介石 及其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 不联合不行 不反对也不行 推翻蒋介石是左倾口号 拥护蒋介石独裁 则是右倾机会主义 所以陈独秀的主张是 明知蒋介石为未来的敌人 或者即使一年 或者三年之后的敌人 但是现在也不可不视为友军 且为有力之友军 那么会议 根据陈独秀的这种观点 所通过的决议就强调 必须采取扩大 左派与左派密切的联合 和他们共同的应付中派 而公开的反对右派 这样一个策略 来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 然而既然相信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 民族资产阶级 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 在反帝反军阀的北伐战争 即将开始之际 提出争取领导权的任务 这是否合适呢 当时与会者就有人提出 这是否会导致 将斗争重心 从帝国主义和军阀身上 转移到民族资产阶级的身上 广大群众 是否会将这个口号 理解为民族资产阶级 已经被列入反革命阵营 而提出争取小资产基地的任务 是否意味着 要小资产基地跟我们走 这样做 是否对国民党的作用估计不足 那么这些意见就显示 即使在共产党内部 不少人已经意识到 新形势下 国共关系的极端脆弱性 但是这样一些意见呢 并没有引起陈独秀 和共产国际代表的重视 不仅如此 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受益之下 陈独秀当时还专门发表了文章 约蒋介石的北伐方针 唱对台戏 大泡冷水 还暗中影射 批评蒋介石的独裁做法 陈独秀在文章中这么写道 北伐只是讨伐 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 还说不上 是和帝国主义 直接的武装冲突 对于推倒军阀 也不是唯一无二的方法 更重要的是 如果其中还夹杂 有投机的军人政客 个人权威欲的活动 即使有相当的成功 也只是军事投机的胜利 而不是革命的胜利 至于因为北伐 增筹战费 而搜刮基于平民 因北伐而剥夺人民的自由 这更是牺牲了革命的目的 连调民罚罪的意义都没有了 所以陈独秀这篇文章的意思 是当时国民政府的责任 不仅不是北伐 反而应当是为了巩固广东根据地 而进行防御战争 全国民众的口号也不应该是响应北伐 而应该是拥护革命根据地广东 那么陈独秀的这篇文章一发出来 顿时在热火朝天的准备北伐 和宣传北伐的广东 阴起了一片哗然 黄埔军校的众多学生 强烈的表示反感 黄埔特区党部 特意上书给中央党部 提出控杠 教育长邓雁达 不得不跑去找包罗亭 请他出面帮助平息校内的激愤情绪 那么正在北上途中的讲解时 也是异常的愤怒 当时就致电报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指责陈独秀作为中共领袖 反对本党北伐 阻止国民革命 破坏两党合作之精神 影响重大 应请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负责答复 免之误会 那么对于陈独秀的这篇文章 其实就连广州的包罗亭 也是不以为然 包罗亭这个时候的心态是十分复杂的 就在中山剑事件发生前一个月 他刚刚在北京 信誓旦旦的 像以布伯诺夫为首的 联共中央政治局使团保证说 讲解时是国民党中 最可靠的极左派将领 但是一月之后 联共中央政治局使团一到广州 就发生了中山剑事件 这不能不让包罗亭倍感沮丧 尽管他并没有因此受到责难 甚至布伯诺夫 在听取了蒋介石的抱怨之后 还相信只有包罗亭回来 才能够消除误解 修复与蒋介石的关系 但是包罗亭回到广州之后 清楚地发现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完成使命 甚至还必须取以迎合 否则连自己都无法取得蒋介石的信任 在这种情况下 他当然不会坚持反对通过整理党案 也不会赞成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的做法 他当时告诫说 3月20日之后 来自左派和共产党人的 任何明确的和激烈的反省立场 都会意味着320事件 在更大范围内重演 明明莫斯科反对马上北伐 但是包罗亭却保持着沉默 他后来说的很明白 我不能让蒋介石觉得我是北伐的反对者 因为这会意味着 我和所有的俄国人都站到了汪精卫一边 不仅如此 为了让蒋介石不会怀疑他暗中站在汪精卫一边 包罗亭还要处处表现出支持蒋介石 推崇蒋介石的样子 好让蒋介石放心 包罗亭的计划就是 与其贸然的出击造成破裂的局面 不如等着国民党自身内部必然的分化 再施展策略加以运用 这样才能利用矛盾各个击破 因为包罗亭相信 只要蒋介石进入湖南 他与唐盛志之间就会爆发矛盾 蒋介石如果要去占据武汉 他就会遭到其他将军们的嫉妒和反对 蒋介石如果看出这样的危险转进江西 那么左派和共产党人就有理由发起 盈蒋运动 并且批评蒋介石退缩 其实后来事态的发展呢 也基本按照包罗亭的设想 只要包罗亭 他低估了国民党内部反共派别的实力 也正是因为包罗亭意识到将来 他会盈蒋 所以呢 他这个时候已经和汪精卫取得了联系 包罗亭的想法是 当武汉战争之后 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 提出广泛的社会政治要求纲领 这个时候呢 只要打出汪精卫的名义 就足以把蒋介石所有的对手都联合起来 一旦通过新的纲领 就意味着蒋介石的失败和必然下台 就可以全面恢复中山剑事件之前的局面 使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联手重新执政 那么就可以看到 包罗亭和陈独秀 在对蒋介石政治上的定性是一致的 都是坚持 只能把蒋介石视为不久将来的敌人 但是呢 他们都反对 马上提出推翻蒋介石的口号 但如同整理党案的通过 等于蒋介石向国民党人 宣誓共产党非我足了一样 点名蒋介石 作为一年或者三年之后的敌人 同样等于是向所有的共产党员宣誓 蒋介石是共产党最危险的对手 何况当蒋介石取得个人独裁的地位 同时通过北伐 对各地的军民财政各机关取得节制之权之后 共产党人除非是按照蒋介石的旨意 中规中矩 不越雷石半步 否则就是想要不与蒋介石等人发生冲突 也是没有可能的 包罗亭这个时候 就曾经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团有过一次争论 韦定斯基等人呢 一方面批评中国共产党人 对蒋介石的态度太过激进 说这样呢 很可能会使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被孤立起来 并把蒋介石逼到右派一边去 但另一方面呢 他们却相信 完全可以不刺激蒋介石 来同反革命展开斗争 包罗亭当时就明确的告诉韦定斯基 中国的问题在于 这里的任何一个领袖 都是和自己的学生弟子 及其各色各样的拥护者相互依存 任何领袖都要对自己的下属负责 反过来呢 下属的任何言行 都自认是拥护或代表其领袖的 因此哪怕只是针对个别下属言行的做法 也都难免会被人看成 是意在反对其领袖 具体到蒋介石 从中山剑事件开始 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都是在他的知识下进行的 因此只要你们谈论到 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 就注定将会被理解为 反对蒋介石的言论 而这是很严重的政治难题 为了避免倒奖的嫌疑 共产党人似乎应当退出 国民党的各级领导机关 并且应该谨言慎行 但是来自于莫斯科的规定 以及共产党人的自信 是他们必须肩负 引导国民革命的责任 那么这个责任 要如何来实行呢 当时素额方面几乎一致认为 可以借助于国民党左派 来贯彻共产党人的意志 那么素额方面具体的想法是什么呢 我们下一集再继续给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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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